今天就說說我從幼稚園到小學六年級畢業是聽什麼歌的 我相信全香港都是聽同一類歌 但我由83年 即我三歲已經開始聽流行曲 為什麼呢? 因為我姐姐是大我七年 我三歲她已經十歲 已經很潮 經常都是聽梅艷芳 買很多Cassette帶 剛巧那時我是跟她一間房 我不知道現在興不興那些子母床 下隔拉出來的那些 我睡下隔 她睡上隔 她經常都聽歌 聽到很晚 令我睡得了嗎?好吵 因為當時很多快歌 也因為聽廣東歌 令我很小時候已經懂很多很多字 因為我覺得這樣聽很沒忍 一定要跟著唱才是正的 她但我這麼多 她當然會跟著唱 我不懂的 第一隻令我真的要咪起歌詞 當時那些Cassette帶 有一張紙放著 有一個封套 接接接接接接 十首歌 十首歌的歌詞在裡面很小 小的時候沒所謂 很小但沒有老花 就是譚詠麟的愛情陷阱 不要想現在的譚詠麟 你想想當時的譚詠麟 真的很棒 愛情陷阱 那時愛情陷阱應該是八四 我四歲了 四歲識鬼 那些中文字 你跟著唱是怎樣的呢? 愛情陷阱 寶著大墓 物物物地在命 那些去路 那你四歲就是去路 只是唱到這個字 第二句 指我路 所有前面那些東西 都是唱不到的 我以再見你 至於心聲 透露 唱到透露 然後就愛霧 就是唱到尾兩個字 當然去chorus就OK了 就是狂呼我空虛空虛 那就慢一點 你聽到都可以跟著唱的 但很想唱到頭的幾句 因為那些很密的歌詞 就令到首歌很好聽 就看著那個 寶著大墓 默默地在命我的去路 還要這麼快 你一個四歲小孩怎麼搞 那沒有就練 就拿奏奏帶 rewind play rewind play 按到player都壞了 兩句兩句練 當然 你自己有奏奏機 不過那時候 很多人家裡都有 爭在你會不會在這裡爭 我哥哥也會在這裡 我們都嘗試一起唱 他帶我兩年 他認識的字都多過我 但就是這樣 就在那裡 不停看 不停地rewind play 令到中文的應字能力 和咬字 是功力大增 所以我很小時候 已經咬字清楚了 聽這麼多歌 好 你愛情陷阱之後 你想想那一陣流行多少歌 我全部都想跟著唱 梅艷芳那些我又不是太喜歡跟著唱 我不是太喜歡聽女低音 那些why why tell me why 其實我覺得有些是搞笑歌 我83年84年開始聽歌 在我的時代裡 已經 我不會聽徐小鳳羅文欣 因為我覺得他們太老了 因為我已經看到譚詠麟梅艷芳 張國榮那些 之前那些 一來他們那個潮流 比如他們穿的衣服 那種髮型化妝 我就算三四歲 都感覺到是涼和老氣的 所以就不喜歡 然後 許冠傑 當然都是我年代 70年代 紅到80年代 但我也不喜歡 因為我不喜歡通俗的歌 我覺得好像打游詩 好像不是流行曲 是他自己別說一格 但我不喜歡聽許冠傑 還有陳百強 不知為何我也不喜歡聽 當然他最紅的時候 他八三八四之前紅了一段時間 譚詠麟張國榮出的時候 他反而是靜了一點 但我覺得他的問題 尤其是拍了譚詠麟和張國榮 那種自由奔放的演繹 到後期陳奕孫 那個感情澎湃度 是牽引著人心 我反而覺得陳百強 他很用力去令自己唱好那首歌 而不是去抒發自己的情緒 一比起之下就覺得沒那麼好聽 當然也有幾首歌是很喜歡的 一生死了 一生罪愛 死了 忘記了那首歌 是甚麼名字 所以證明我也不太聽陳百強 八四年後 梅彥峰和唐榮和張國榮 這個沒得走 幻影和愛在心秋 那些當然有聽 八五年去到壞女孩 暴風女神Laurelie和愛情陷阱 暴風女神Laurelie 我也是有練歌的 又是看著歌詞 我現在看著都覺得很深 那些歌詞 狂瘋瘋瘋瘋瘋瘋狂龍 巨龍亂撞亂動 雷電用質經暴力 劃破這世界震裂天空 哇 大佬 還有覺得Laurelie很搞笑 你知道剛才的歌很流行英文 有Monica 有Why why tell me why 那些 覺得很搞笑 因為我表哥表姐 又是大我七年和八年 他們很幽默 他們有時醜化那些歌 搞得整件事很好笑 暴風女神Laurelie之外 我也有學夏日寒風 又是很多歌詞 擠逼的沙灘女 金啡色的肌膚女 閃力鼠的汗水 大佬很默很默 如果現在小孩聽這些歌要學 我想他們真是中文字的進步神速 現在小孩聽什麼歌 經常聽小朋友英文歌 其實很簡單 英文一來 英文是比起中文 很簡單的language 給小孩學 所以你一定要教他很多中文 因為你一個不確認不教他 他就變了滿口英文的小朋友 中文咬字那麼難 加上有九聲 還要那麼用力 你看我講話 嘴巴都會動到這樣 英文可以不動的 嘴巴沒有音的 所以我覺得 我覺得 我見朋友 反而是講話最厲害的 就是爸爸媽媽不做英文的人 你這樣中啊英啊中啊英啊 他的中文又講得不好 英文 你的英文都不好 你單字英文教兒子 英文都教得很差 不要說阿華 然後啊暴風女神LauraLine 還有一首我都有練的 就是暴風 全部都是跟風有關的 就是暴風的漢子 暴風的漢子呢 本身就不太快 昨天有威方此事 那句沒什麼 但是中間又有幾句 但是像遍風的他飄到後 轉眼卻要飄走 像遍風則此 哇大佬 有很多好心的字 有時候未必認到一個字 但是都知道這個字 去到疾字就是讀疾 大概認到他的樣子 整個病字的樣子 哇你想想我 我八四八五年 我八六年就是小學一年班 我已經學了很多字了 去到八七年 就林奕年了 林奕年出來就是灰色 灰色大碟 無心睡眠 紅唇獵燕 無心睡眠 其實我全部都是覺得很搞笑 怎樣呢 因為那個舞也很搞笑 然後 是最後 那句話我覺得很貴 憂鬱笨向不冷的天 那句 有時候唱卡拉OK 那時候後期我們唱卡拉OK 經常都忘記唱這句 就以為首歌結束了 紅唇獵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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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又不是很喜歡聽梅艷芳 當然會聽 但是譚詠麟 就算聽我都不是當他是偶像 很迷戀那一種 張國榮都不是 反而覺得大潮流 看到他們上的歌金曲 或者那些頒獎典禮 就很想看整件事 而不是那種追星 去到88年就是Beyond 張國榮的側面 側面也是有些搞笑歌的成份 糟了 Chorus是怎樣的 不是Chorus 是轉去Chorus那一段 你清楚我嗎 蛤 一有那些耳下下 我就覺得很好笑 但其實很多歌都有 去到89年就是關屬而冒起 李克勤 因為譚詠麟不獲獎 當時保麗金就要再捧 就是李克勤 陳惠咸在86年已經出來了 而陳惠咸在千千決歌 離開了樂壇 我記得當時也看到哭 因為他無緣無故說 在美國讀書 真的很難接受 我記得陳百強 我喜歡聽《一生何求》 當然我覺得他最好聽的一首歌 叫做《心愛著你》 我覺得他唱得很放鬆 反而他所有其他歌 都唱得非常拘謹 就算是快歌也是 89年也有王傑的冒起 而90年 就開始有那些非套 卡拉OK出來了 所以就是蔣志光和韋爾山 柳德華的歌 就開始冒起 就是那些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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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該是91 那劉德華 90是甚麼呢 當然整個時期 都是張學友都在 但是 張學友其實八頭 八幾年是紅了 然後是沉了一些 情已世 那時候當然很紅 對 然後 其實張學友 我覺得有一句歌詞 很搞笑 寫哪一首歌呢 即是無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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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故 當然張學友的那首《偷寒交集》 《真情流露》 然後 劉德華一起酒過的日子 然後黎明又開始來了 因為天涯歌女 開始拍電視劇和出歌 然後 林憶年的《瘋了》 所以 九一開始 到九二再加上王妃 真是樂壇 真是人才仔仔 男女組合都是最強的事 九二之後 我就第二集 找過一集再講 而九一 還有一個很明顯的一首歌 必須要提到 就是《皇后大道東》 我相信 在一個 將要回歸的時間 是逼了很多creativity出來 就是因為 電影也是 我們下一集再講 你的身份認同 究竟香港的樂壇 香港的電影是什麼呢 是屬於香港 而不是受到英字的影響 也是未去到回歸 就是我們那種掙扎 去有創造自己的identity 八幾年很多都是回日文歌 再早一點就回英文歌 就是Warner那些 去到九幾年 都有回的 王妃當年都是回很多 就是帶了一個英文歌 Cock to Twins Cranberries 還有Biorg 就是帶了很多這些外國元素 去到再遲些 就多了很多廣東創作 也不是 八幾年當然很多 就是顧家輝 鄭國光 鄭國光 黃之馬當然是 我覺得 一個社會的衰落 不是衰落 是高低 是由創作看得很清楚 八九十年代 其實我們沒有什麼 擔心 經濟也好 炒樓也好 打工也好 就是倫理關係 各樣的 大家都很開心 英國的管治 給我們很多自由 沒有民主 但我們生活有自由 也賺到錢 其實人權是有的 我們法律是受到保障 去到九七年 之後 我覺得去到差不多 05之後 其實樂壇也好 電影也好 都是進入一個非常低潮的時期 那些品質 或者究竟那些題材 是不是已經去到沒有東西再寫 因為九七年之後 你還有一個 懷冕 英席 那些東西的一段時期 然後再去到可能 04、05 我覺得之後的東西 都好像沒有什麼代表 都比較差 這個可以遲些再說 總之我覺得 其實TVB 如果他們可以每晚 都在播放深夜時段 可以播放勁歌金曲 以前一個禮拜一次 你可以每晚都播 你想想在裡面多少巨星 然後都可以開啟文字 知道我們當年的年代 我們當時的樂壇有多厲害 是啊 全國亞洲都是聽廣東歌的 所以他們以前 多人懂廣東話很多 然後我們的電影 是賣負賣得很厲害的 人人都是看港產片的 那時候真的是香港的黃金盛世 我也很有幸可以在那個年代 捕捉到那個年代出世 而是享受到當年的 除了黃金盛世 我真不知道怎樣形容 是很強 香港真的很強 我們的創意工業 除了改編太多日文歌 當然日本當然很強 他們是大龍 我們是小龍 我們也很受日本文化影響 但我覺得改編都不是罪 我覺得我們的歌手的演繹 亦都比原作有所不同 甚至有時候更勝一籌 除了聽廣東歌 我表姐經常聽Chalking and Asuka 所以我也經常聽 有時候去她家玩就會聽到 為什麼又是同一首歌 但是日文的 但很棒 那時候已經覺得很棒 亦都因為我是這麼多的cousins 最小 所以我全部只有表哥表姐 後來又是我弟弟 所以我一直是跟大的小朋友玩 所以這些東西都會吸收到很快 亦的exposure會很大 我表哥又大了六年 他們玩那些玩具又不同 那些男性玩具又不同 我又會跟他們玩 如果有機會 有機會跟大四五年的親戚 或者朋友的子女玩 當然啦 大的阿表 難道不喜歡跟小的玩嗎 理論上 除非真的是一班人 因為會覺得小的很低能 如果可以浸淫到這樣的環境 就會很好 這些就是我最喜歡的廣東歌 不是最喜歡 去到93年 就是鄭壽文 鄭壽文 就是我真正第一個很迷的偶像 這個中學時期的流行曲 我們找一集再講吧